这场攻防战先来关注就是代销龙头爱山林 堪称他们是比半导体还会赚钱的企业 因为他们员工平均的年薪高达有552万 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在去年代销案的这个总量超过有千亿元 股东会上爱山林他们预估 今年的广告业绩将会突破有1500万 因为台湾的钱挣得太多了 资金全都跑往到房地产了 董事长朱文宇他更说 以目前的观察来看 其实房价还看不到顶 股东会上代销龙头爱山林董事长朱文宇直言 台湾前沿脚目现象实在惊人 也难怪资金全都往房地产跑 最新公布的5月买卖移转动数达到3.4万栋 创下29个月以来新高 不过对于新签贷款政策审查变严谨 是否影响房市需求 朱文宇认为实在有限 是不是会影响到成果 我认为影响到有限 只是现在年轻人喜欢住新房子 真正该做的是要怎么降低成本 怎么样提高供应量 但是我看到这一方面 实际上我们现在造价 讲之后一直要往上升 房价高涨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 缺供缺料成本降不下来 目前房市价量起氧的状况 还是看不到顶 而爱山林今年上半年 代销案560亿元 下半年1770亿元 合计超过2300亿 显现市场环境还是很热 我们公司是一个 正在快速成长的公司 那当初我希望就是我们公司 未来对股东的股定政策 就希望说一股可以换一股 而一股可以快 就是可以换一块钱 就是10块钱 最起码 EPS10块钱 那现在看这个状况 大概会超过 面对股东提问 朱文宇也霸气回应 未来鼓励政策会更好 毕竟去年获利大丰收 全力营收大增超过七成 来到81.02亿 EPS3.91元 也让旗下员工收入创新高 平均年薪高达552万 是比半导地产业还会赚 我们这个广告业绩其实去年已经达到1100亿了 今年甚至我们认为说超过1500都有机会 随着资金热潮持续火烫 爱山旅预估今年房市还是会价量其扬 记者傅宇文乔丹楼台北 赛宝党